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戴小溪 这一期呢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新做的Code Closet 我用到了IKEA的PEX系统和Container Store的Alpha系统 那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之前做的一集各大Closet Line的大比拼的话 可以去看我大概一两年前拍的一支视频里面有 Container Store的Alpha系统和IKEA的Algo PEX和Alvali系统 一共四个系统的对比 那最近呢我又做了两个新的衣柜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新做的衣柜 那我最近新做的衣柜呢都是Code Closet 就是北美这边进门地方附近的一些Code Closet 可以放外套啊鞋帽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里面呢基本就是你一些半脏衣服的收纳空间 这样就不会跟你衣柜里的干净衣服混在一起 这样子呢就是非常的卫生的一个习惯 而且呢也会让家显得井井有条的 因为经常呢就是那些半脏的衣服啊鞋帽 是我们家乱糟糟的源泉 所以说我觉得我要从收纳半脏衣服开始 让家变得渐渐的整洁起来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开始看我这次做的衣柜吧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宜家的planning tools 我发现他现在就是他把所有的他的能提供的planning tools 都给整合到了一起啊 我们看看他一共有哪些planners 就我先说说我自己用过的一些系统吧 这个Braw我用过在车库里面我下次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Braw这个系统啊我还蛮推荐的 特别的heavy duty 就基本上我上面可以放很重很重的东西都是ok的 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是特别的美观 但是我发现他放的车库就还挺合适的 因为他特别的工业风 然后有一种工厂仓库货架的那种风格 就如果走工业风的其实也可以考虑 然后这个algo我之前在衣柜视频里面有讲过 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那个衣柜视频呢 一共讲了一个是上面这个packs 一个是container store的alpha系统 还有就是这个algo 我当时是形容algo为便宜版的container store的alpha系统 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algo还是很便宜的 就也还挺好用 我目前没有觉得它质量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用的很少了 因为就是自住房可能还是享用好一点的嘛 那algo的话就是如果是出租房 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系统已经退休了 这个是新的取代的一个系列叫boxel 其实跟algo看上去差不多 然后这个l valley我之前也带到了 其实我那个视频讲了四个系统 就我主卧的那个l型的衣柜的镜头用的就是这个l valley 但这个l valley呢我只用了一组啊 当时我也没有怎么太用plan l valley质量很不错 我感觉这上面你挂多重的就是冬天的衣服都是ok的 但是packs呢 它那个质量怎么说 它抽屉什么我都很满意 滑柜什么非常好 但是它这个杆子啊 不能挂太重的 如果你选的是最宽的那个尺寸的柜子的话 它最重的那种被压垮的概率就更高 19和29英寸宽的那个柜子 那个杆子问题就不大 但是39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如果挂小孩子衣服什么 肯定是ok 夏天衣服也ok 但是你如果挂了满一整根的冬天大衣 我觉得它是会坍塌的 但是我上次我那根塌下来 它没有就是那个柜子丝毫不受影响 只是它那个杆子的那个两端的那个配件坏掉了 那反正那个就十几块钱嘛 杆子加配件一共才十几块 反正问题也不大 后面我就基本上用Pax挂了夏天 然后我冬天就那种很重的就挂到了我那个Alvali上面 这个Best它也是它家很有名的这个做电视柜的系统也不错 Bestroom它居然也出了Planner 那我们现在先到我这个Pax系统看一下 这次呢我要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设计的是那个coat closet 就是我门口用来放一些 衣物和那个鞋子的 就是那种外套啊 frame 然后是买一个29的 宽度29大概可以选 然后高度呢是高的那个 然后深度呢是深的这个 对就这个 然后它有三个颜色就拖一个过来就好 是29的 诶这个也要100我怎么以前记得39的是100 也是100 一样的诶 OK 那39不要划算 嗯 OK 然后 这样子一个 Probe Life差不多10寸左右 然后剩余的那个地方我正好可以放一个19的一个门 这个设计不是我想出来的 它是有这么一个产品的 就这个 看 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里面是一个挂衣服的 是厚的可以挂衣服 一般就是说它这样一个门 嗯 最便宜的差不多30块钱左右 你看25的也有 然后它120就很贵了 但是还挺好看 选中一个 呃 然后你俩可以删掉 关上门的小裤 490 可以去结账 加到购物车 Add to Baskets 这个是在店里的时候用的 在这个网购应该是这个 对 Add to Shopping List是网购 然后这时候我的shopping bag 就有这些 所以什么是什么呀 这是哪个柜子啊 两个柜子都到了 嗯 就是好多柜子 就是family room的和living room的都到了 那我这次呢 呃 做的那个pex系统呢 是一个l型的 那l型呢 我正面用了呃 镜面的柜门 然后深度是深的那一档 就是24英寸左右的 然后侧面呢 用的是这个立体几何形状的门面 这个门我非常的喜欢 呃 用的深度呢 是13到14英寸左右的 反正它一共两档 这是深的 这是浅的 浅的那一档呢 非常适合用来放鞋子 就是男鞋 也是可以轻轻松松放进去的 那那一档呢 就可以用来挂衣服 就是这一档是挂不了衣服的 只能震着挂 就会呃 非常的不方便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衣柜好了 那衣柜呢 里面就是我平时会用的一些 帆布包啊之类的 因为这种东西 呃 就是出去背还挺脏的 所以也不想就是跟那种 衣柜里的皮包什么都放在一起 另外呢 就是一些外面的外套啊 皮肩之类的 还有帽子啊 之类的 然后这里面呢 我挂了一个香皂 我自己做的一个 衣服香挂 那其实里面呢 就是一块爱马仕的香皂 就是里面是我最喜欢的 他家的一个味道 他家所有的香水线 都是有做成香皂的形状的 所以说非常推荐 而且非常的便宜 又可以当配货 好那这就是我的衣柜 那接下来呢 侧面就是 对侧面就是我的鞋柜啦 这里就是装的一些啊 平时不常用的鞋子 就换季的啊 或者是一些运动鞋 比较不常用 然后中间呢 就是比较好拿去的地方 放了一些香水 还有一些出门 可以用的那些 有推力啊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 我最近新做的Alpha系统 那首先呢 我之前在换门那一期 就说过我这里呢 新换了那个百叶门 因为这里面 我之后是打算 在下面做那个鞋柜 就放那些啊 外面刚进来 就脱下来的鞋子 就这样子可以扔进去 这上面呢 就是放一些衣服 都是没有洗过的 半脏衣服 然后最上面一层 就放一些包之类的 那这个我用的是Alpha的系统嘛 最近它正在搞七五折 就还挺便宜的 算是它家比较好的活动了 如果错过这个 可能又要等半年一年的 但是它最近因为疫情 就不提供安装服务 本身这个服务也是要交钱的 所以也不是免费的 然后这个东西 其实自己装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也挺推荐 大家自己去安装的 其实 它其实只要在这一条横杆上 打上钉子就好了 我是装到stud上面的 如果大家这附近没有stud就是木梁的话呢 一定要用它家提供的那种膨胀螺丝 或者你就上那种外面买膨胀螺丝 就这个一定要装得很结实 因为呢它所有的重量 你无论装几层架子包括这个树的 它都是挂在这一条的上面的 你要用rod的话 它只能是适用于上面的这个板 一定要是配合的是16或者12英寸的 我说的都是深度 就是像这种20英寸的板子 下面是没有办法配rod的 所以我之前的买错了 你买的这个20英寸深度的板子 没有办法用 只能放在下面 所以这里就多了一个shelf 不过刚好我就用来放一些出门 经常用到的一些小物件啊 雨伞啊之类的 就收纳在这儿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最近新给工作室装的一个玩具柜 也是PEX系统 就是改造的 我之前这个PEX系统装的是两个衣柜 是做衣柜用的 但是没什么用嘛 我就给它改造成了玩具柜 那这一边呢 我就把rod去掉 放了很多的横架 就最简单的那个木板 因为我买的这个PEX是深一档的那个PEX 就是二十几英寸的 所以它放所有的乐高的那个盒子都是能装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有辛普森和那个迪士尼城堡 它们都是非常深的那种大盒子 这么大 它都是可以就是轻松的这样侧过来 放进去 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可以用PEX来收纳乐高 然后如果你想在里面摆那个乐高展示给大家也是可以的 因为PEX是有配玻璃门的 你只要买那种玻璃门里面还可以装灯 就可以把你的collection照得很亮 就是又可以防尘又可以收纳 还可以展示 那这边呢就是我所有的一些迪士尼的松松collection的收藏 这个PEX的铁拉篮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配件 我觉得这个篮子放那种床上用品啊 被子啊什么的特别合适 就是特别大 那种最大的羽绒被都是可以放下没有压力 然后也很顺滑 推荐给大家好 这一期就是我全部的内容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